Hello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新汉的YouTube频道 今天有我Andy 和我身旁李路斯 一起去介绍一些产品 首先由我来说一下 我身边这一款就是PMC的Prodigy 5 一款是小小的座地喇叭 Prodigy系列有两款喇叭 一款是书架 或者大家也有看过 它叫Prodigy 1 这款是Prodigy 5 就是座地 它的概念是厂方想将PMC最精髓的技术 全部放在里面 而是对推广给广泛的用家去用 例如是一些音乐人 或者是一些制作音乐的人 甚至乎是一般的玩家 所以他希望将它推广开 这个技术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例如里面有传输线 一个叫做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 ATL 这个效果是会令到它可以制造到更加干净 更加深沉下潜的低音 其次来说 它也有一个在杖板的前面 在底部看到有一个叫做Lemon Air的渡口 排出气流 令到它的流畅性很高的时候 也都可以做到很干净的声音 相位是不会出现错误的 单元方面 一吋的远球高音配合 是五又四分一吋的天然纤维 长沖程的低音单元 我们听过了 它的声音是很透明的 无论是人声或乐器方面 都能做到很透明的感觉 而且也是一个很紮实的低音 二推也都易玩也都易摆位 喇叭方面 我介绍到这么多 我身边看到有部很漂亮的摩音机 要请老师去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的这一部是Moon River 404 Reference 其实是目前顶级合平降音机 实际上Tapology 除了它之外 也可以用下一级的404 也对用 它有机半款404 是的 我们今天放了这一部 你看到这部机 其实它的设计是很精确 前级和后级尽量分开 电路尽量短 用的材料也是 例如BC的电容 Rubicon的电容 250VA的牛 亦都有五份的电源供应 所以设计是很精简 另外值得说的是 它有几个功能 Balancet 就是方便你在房间里面 摆位置的时候出现问题 你可以在这里教 第二就是它有Mono的一个电路 黄金年代的唱片 適合它了 Mono Balan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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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电容是超过10万mL 好的 出来的声音 所以能量是很足够的 所以推PoDigy 未必一定要这一部 它下级的404 都可以 所以这部反而 再推高级 25系列 PoDigy PoDigy 也有高级 比PoDigy 高级 25系列 亦很适合 这个提供 配合 使用 它也可以插卡 插卡 就是 给CD Streaming 或者唱放 也可以 好 顺带 可以提醒大家 PoDigy 5 和PoDigy 1 这两支喇叭 其实现在刚刚我们在我们的online shop 都是在做推广有个优惠 大家如果有兴趣 不妨登入online shop 看看这两支喇叭 甚至乎是Moonweaver 404 这两部扩音机的一些参考资料 大家想了解我们的产品 就上我们的online shop 有什么问题呢? 记得 comment like和share 就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记得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下条片再见 拜拜